各位观众,大家好 欢迎各位再次光临阿N与阿Lam频道 今天阿Lam继续和大家分享梅恩叔的演艺人生 上集和大家分享梅恩叔曾经录过的唱片 上次未讲完,今天继续 1958年,幸运唱片公司 虎凤银莲,梅恩叔、林嘉昕、闪劍黎、余慧芬、何燕燕、李鸿面 然后是58年,幸福唱片公司 劇目是《花瑞夫人》 参与录音的有梅恩、李宝盈、新任劍辉、新靓少讽、李宝伦、何燕燕、白文彪 然后是1958年,天鹅唱片公司 劇目是《船公燕》 《船公燕史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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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59年,新星唱片公司, 劇目是《桃花仙子》。 参与录音是梅恩、中云山、梁蘇琴、 盧蕭平、白龙珠和潘小桃。 1959年,幸福唱片公司, 劇目是《十奏严嵩》。 参与录音是梅恩、天涯、李宝盈、 小金罗、小千岁、何燕燕。 1959年,美星唱片公司, 劇目是《碧海狂争》。 参与录音是梅恩、金帆、崔苗芝、 盧蕭平、袁苗珍和小金罗。 1960年,金星唱片公司, 劇目是《感受加沙》。 参与录音是梅恩、李宝盈、 麒少英、欧偉全、何柏江、 吳小青、郭劉彪和韦雄。 然後,1961年,美星唱片公司, 劇目是《唐弓艳史》。 參與錄音是梅恩、何非凡、 閃劍麗、鍾智雄、 歐偉全、小金罗、白龍珠、任兵儀。 然後,1963年,奉明唱片公司。 劇目是《柳藝全書》。 參與錄音是梅恩、李宝盈、黎文索、 李宝倫、梁碧玉、小金罗和王芳。 然後,1972年,天星唱片公司。 劇目是《花月東牆》。 參與錄音是梅恩、何非凡、吳君麗、 鄭國寶和文千水。 然後,1957年,《紅雲唱片公司》。 劇目是《梅貓換太子》。 參與錄音是梅恩、鍾麗庸、 小千歲、歐偉全、張省飛、 善拼亭。 然後,1958年,《紅雲唱片公司》。 劇目是《春燈與善恨》。 參與錄音是梅恩、翠苗之、黎文索、 何燕燕、墨秋龍和小千歲。 然後,1958年,《幸福唱片公司》。 劇目是《萬惡淫為首》。 參與錄音是梅恩、天涯、 《鍾麗庸》。 《鍾麗庸》。 《小千歲》。 《張省飛》。 《鄧碧孔》。 然後,1958年,《藍星唱片公司》。 劇目是《朱八戒招親》。 參與錄音是梅恩、鄭國寶和檸檬。 然後,1958年,《尾聲唱片公司》。 劇目是《乖女嫁吾嫁》。 參與錄音是梅恩、中雲山、 崔苗之、伍木蘭和苗生。 然後,是1958年,《娛樂唱片公司》。 劇目是《卯丹亭經夢》。 參與錄音是梅恩、中雲山、陳鳳仙、 盧少平、白龍珠、馮玉玲、 簡耀佳、李寶麟。 好,今天和大家分享梅恩的演藝人生。 分享到此,暫時要休息一下。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,請大家留言、點讚、分享。 也希望未訂閱我們的朋友,請多多支持。 訂閱我們的RN與RN頻道。 好,我們下一集繼續和大家分享梅恩叔他錄過什麼長篇月曲。 今日未講完,下一集繼續再講。 好,今天就到此為止,拜拜。